腾讯体育8月7日群近日,前广州恒大主帅斯科拉里召开发布会,正式宣布成为八角豪门派二枚拉斯队主帅斯科拉里重回巴西,也引起了人们对他在中国两年半生涯的兴趣。 近日,巴西媒体China Brasil Futable,主编普罗科皮奥就公开赞扬斯科拉里,是中超市上最伟大的主教练之一,给了斯帅极高的评价。 保利利奥比斯罗统计多T20场规属感加责任新稳定恒大夺冠军心,需要了解的一点事儿,中超的水平仍然远不及巴甲。 普罗科皮奥认为,不过巴西人有必要了解的是,在巴西,我们的足球也不像过去那样领先起它国家15到20年了。 中国足球现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,从专业教练到球员,每年都回去这个国家工作。 而斯科拉里,他不仅带队拿下了三个联赛冠军奖杯,而且他赢得了亚冠冠军,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获得的成绩。 他甚至还带队在逝去背上,战胜了墨西哥美洲。 所以,你必须明白,斯科拉里在中国赢得了什么,除了他以外,很多知名的教练,比如佩莱格里尼,卡佩罗,扎切罗尼,库恰,曼洛,他们在中国都失败了。 对于斯科拉里在中超历史上的定位,普罗科皮奥表示,他可以进身最伟大教练的行列,斯科拉里身上代表着广州恒大的很多东西,他帮助球队拿下了亚冠,并在联赛中保持长盛。 除了球场上的成绩以外,他的努力工作,还足以改变了恒大这家俱乐部的设施状况,并且充分利用了当地年轻球员的价值。 所有这一切,让他能够名列中国现代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团队教练人之一,曾有评论表示,斯科拉里能在恒大取得辉煌的成绩,完全是败恒大超强的实力所赐。 但是巴西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,广州恒大的确是中朝最强的球队,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败人姆尼黑,这肯定得斯科拉里在联赛和杯赛中获得冠军提供了便利。 不过很需要了解的是,在斯科拉里之前,恒大实际上在杯赛当中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统治力,他们之前只获得过一次足协被冠军,而山东鲁能和北京国安这样的球队,他们在杯赛中比恒大更有抵律。 无论巴西媒体对斯科拉里的评价是否正确,他都是如超历史上,不可磨免的一名伟大教练。 前不久,斯科拉里在新闻发布会上,也谈到过中国足球,他表示自己难以忘记,在恒大两年半的岁月。 显然,这段合作经历,对双方来说都值得铭记,阿尔高菲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